最經典賽玉賽首戰 五比十二不敵巴納馬 林總點出最大敗筆是投手丟了太多寶藏 專家酬評也提出看法和建議 一起幫臺灣好手轉換皮 其實要贏球機率就會很辛苦 當他戰術下已經下打了沒做 當然就是選手有一點壓力 去影響到他的一個表現 但是在時機點 我相信大家就會思考說 是不是太晚換了 那這些東西以我們專業來看 我相信我還是支持教練他們所下的 因為他們最清楚選手的狀態 在國際上一分兩都是輸贏 所以他一有列上有的人 我們就是要有戰術執行 那絕對是國際賽短期比賽 為一個最基本的工具 要贏球的一個戰術的工具 能夠推壘就要想辦法讓前面的得分 先得到分數才能夠把上風 拿在球隊自己的身上 所以教練的下達戰術 一定是要先取得分數 然後再來壓力丟給對方 像昨天我們沒有做到這一塊 我們看他比較多就是包含爆頭 然後包含可能畜生球等等的狀況 我覺得那些投手比較年輕 對他們來講是碰到這種大賽的話 經驗是比較不足的 因為如果拿他們跟胡志偉比 胡志偉昨天一開始 可能也因為裁判的好球帶的關係 正在試應當中 他其實多數時間處於這種球數落後的問題 但是你看得出來過去他的經驗 比這些學弟來講的話 他就比較有機會說 找到方式再慢慢把球數均衡回來 並且化解危機 可是這些學弟上來的時候 已經是分數比較開 再加上滿場的壓力 我覺得這個都是很困難去面對的 那這沒辦法 這是他們要繳的學費 值得肯定的是像 吳念廷 然後鄭忠澤 還有昨天其實我最欣賞的是 江慧宇在前三局的時候 很關鍵的守備 我覺得還是要特別注重守備 打擊的部分可以 可以比較放鬆一點去做發揮 就是不要有太大的那種壓力跟想法 現場其實很多球迷 還是在為大王加油的 好好發揮 然後讓這些球迷真的看到他 就是回到家鄉打球 有好的表現這樣 YTV台股貓姐 黃化軍 採訪報導